进入青铜时代,哥开始在中国出现,并且成为最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兵器。 实战中,哥的主要攻击动作有三种。 一是冲,用哥的上刃攻击敌人,第二是拙,用哥的尖锋攻击敌人,第三是勾,用哥的下刃攻击敌人。 与毛相比,哥的攻击面更大,而且容易做出连续攻击动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